农村小哥剪石头 刚才先把这个石头拿去丢掉 后面有点不甘心了 就给它敲了一下 因为原先剪回来的时候 我往旁边这个地方也敲过一些口的 敲开的话 只是发现这个肉有点细 但是感觉它好像很僵 像这个口敲开的话 感觉很多皮啊 跟那个肉参杂在一起 感觉它浴化不均匀嘛 后面今天拿出来的时候 要用铁锤啊 给它又敲了一下 这里敲了一个口啊 发现里面的肉很冰透啊 完全没看懂这个石头 打灯的话 它这个皮肯定就不会透光的了 但是刚才敲这个口的时候 透光还是挺大的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坨肉 看起来有那种冰透的感觉啊 好我们给它切上一刀 看一下这个石头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啊 好刚给它切了一刀啊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来那位刚才一刀下去 没起来一瞬间啊 哇塞有点尴尬啊 这个石头完全看不懂啊 本来刚才开了一个小窗 还是看到里面的肉很冰透的啊 切进来的话完全就不行了 很明显啊 刚才开窗的时候 这个地方它刚好有一坨肉 它是很冰透的 所以开的这个口啊 开的比较巧合 这个石头 就是说它的浴化度还是有 就是里面太多裂了 而且它很多这些线条 看起来的话就不美光了嘛 这些打灯都非常通透啊 石头这个东西真的是看不透啊 这个料子还是报废了 农村小哥剪石头啊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了